大家應該都還有印象 這兩名香港年輕女子之前 不是來到台灣租房子 還把人家搞破壞嗎 把房子弄得像廢墟一樣 而且還偷人家夜市的帽子 不付錢 那麼被封為租霸港女二人組 台北地院考量到兩人犯後 痛哭認錯 和被害者也和解了 所以在6號這一天 是侵犯他們五個月徒刑 得一顆罰金15萬